今天亚洲股市全面大跌 美国股市也大跌 这个跟这些兵凶战委战争有关吗 还有今天也跌得太可怕了吧 对今天你见证到历史 因为台北股市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大跌点 跌了1804点 有426家跌停 台积电是史上第一次出现 一口气跌了9.74% 你知道吗 台积电上次跌停是2013年的7月19号 那时候台股跌停只有7% 所以那一天他只跌了7% 那时候跟三星打得很凶 因为抢走苹果手机的晶片 结果这次跌了9.74% 写下历史记录 要看台积电下一次 也再也没有看过台积电跌这么多的记录过了 不过台北股市还不是跌最多的 因为你以为看到1804点 就是记录吗 没有 因为日本股市今天跌了更夸张 跌了4839 日经225 跌了13.47% 跌了13.47% 所以亚洲第一名是日经225 日本股市 再来韩国股市 他也这次韩国赢台湾了 因为他跌了8.77% 所以台湾 所以台湾跌了8.35 韩国跌了8.77 日本跌了13.47 13% 4000多点 你都见证了记录 所以我们还不是第一名 我们只是第三名 我们输韩国了 但是发生什么事了 对 全世界大股灾 等一下9点半 美国开盘 一样会崩盘 因为现在所有的盘前 科技股都跌了超过10% 所以还要跌 还要再跌 因为科技股盘前已经全部都跌了 将近10%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AI皇帝掉链子了 黄仁勋 从这礼拜开始 他竟然传出一件事情是 史上最强的AI晶片 GB200竟然出问题 而且是我们台积电的员工发现的 所以发现这个瑕疵问题 他的出货可能要延迟三个月 所以大家说 AI可能泡沫竟然发生了这个 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一次会进势头这么强 势头这么强 就是AI的世代来临 AI的世代来临靠的是NVIDIA NVIDIA现在的GB200 是最新的领头羊 如果领头羊没有人 怎么就小红了 所以黄仁勋一路带大家往前走 既然他自己掉链子了 发现问题了 还是台湾的台积电 当然好消息是 鸿海是公版 据说出问题的是 客户版是台积电发现的 所以公版没出错问题 鸿海今天公布营收创新高 所以虽然今天鸿海跌很惨 但是鸿海刚刚公布营收 还表现还不错 但是是黄仁勋出差错 是因为他的客户版 就特别设计版出了瑕疵 但是不止黄仁勋出差错 因为再来连英特尔都撞冰山了 英特尔出了大问题 英特尔在上周五的时候 公布财报 既然第一季赔了16亿元美金 还在赔 赔了16亿美金 如果四季算下来 他今年恐怕要赔2000亿 所以他一口气宣布说 今年没有发股息了 结果开盘就发生了什么事 一口气跌了26% 50年来最高的跌幅 市值一口气跌了 蒸发300亿美金 回到十多年前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 英特尔可能要撞冰山了 所以英特尔的股价 回到十多年前的股价 一口气才一万五千人 十几万的英特尔员工 现在刹雷蛋 接下来还有巴菲特 现在这场股灾 大家最大赢家是什么 我手上没有股票 就是赢家 巴菲特干了一件事情 也是上周末 在这波危机里面 他竟然宣布说 我砍了一半的苹果的股票 下坏了苹果 所以苹果盘后马上大跌 结果他手上现金有多少 将近2800亿美金 史上新高的新纪录 代表怎样 巴菲特看到整个国际局势出问题 满手现金 满手现金 股票全部卖光了 所以这场股灾是 多重黑天鹅的因素 竟然同时在一个时间发生了 今天大家谈到台湾 最关键的当然是 台股金也跌太惨吧 跌了1807点 我三百九百块 跌这么凶的 台股跌得惨 美国跌得更惨 因为正央是在美国 而且美国是科技股 可能出现泡沫了 所以NVIDIA一个瑕疵 为什么这么严重 因为正央在美国 正央在美国 因为美国经济 这波靠的是什么 靠科技股 AI这个梦想在称 所以我们来看 整个美国股市 其实过去一年 2023年 涨最多的是 美国七大科技股 美国最好的500 加工是S&P500 其实才涨了24% 24%而已 结果NVIDIA这些科技股 全部都大涨 200多% 80% 194% 那到今年为止 其实S&P才涨了15% 结果NVIDIA涨了178% 微软这些还是大涨 这代表什么 如果美国科技股 是泡沫的话 美国的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美国整个经济 大家以为很好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如果没有领头羊 七大科技股的话 我们来看美国制造业指柱 这是美国传统制造业指柱 用ISM跟PMI来算的话 其实它都在一直往下掉 而且美国六大制造产业 我们不要讲科技股 机械运输设备 金属制品 食品 其实它的订单数量都是 已经逼近了 2020年6月以来的新低 你知道那时候是为什么会那么低吗 新冠肺炎在美国非常严重 结果现在又回到那个状态 表示科技股之外 美国其他行业其实不好了 所以订单不好就怎样 厂商就开始裁员欲缺不补 以及冻结减少员工人数 所以美国整个经济 其实是被高利息压得非常的惨 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除了科技类股之外 整个房贷利息高达7%以上 所以现在 房贷利息高7% 所以房价高之外 就会造成怎样 大家付不起钱 开始拍卖房子 现在美国有高达7成 将近8成人 认为现在是坏时机 所以就会发生什么状况 这是纽约曼哈顿 离时代广场 才10分钟的路程 走路10分钟 不是搭地铁10分钟 这一栋23层的大楼 在上个礼拜拍卖掉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850万美金 在美国23层楼 都是高贵律师跟会计师 上班的地方 竟然只卖台币 台币2亿多 你知道2006年 他卖多少钱吗 108亿 直接怎样 打了97.5% 凯掉97.5% 代表美国怎样 美国订单减少 办公室都没有在聘员工 很多人租不起房子 因为利息太高了 所以你知道美国 现在闲租率有多少吗 其实已经逼近了 金融海啸的新高 19.6% 把这个换算成 大家懂的是 470栋的台北101 都被闲逝 那再来就会发生什么问题 其实美国有隐藏的风暴 因为房子租不出去 这么多的房子闲置 银行的钱收得回来吗 所以借出去 付险超过500% 就银行有多少钱借出去 超过500%以上 其实有433家银行 你知道吗 今年3月 有一家纽约社区银行倒了 他的破险都比他还高 所以美国有隐藏一个 经济衰退跟金融风暴在里面 而且拜登非常的痛苦 痛苦的是什么 美国年轻人 其实付不出房租跟房贷 所以他一度 美国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因为哈佛大学研究中心 就研究出来 如果你超过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 你买不起房子付不起房租 你的收入支出都会减少 所以拜登一路说什么样 要用2850亿来建房子 来卖给这些人或提供租房 为什么 其实他就是怕美国经济会衰退 黄文勋这次到了台湾当时 引起了一个旋风 引起旋风昨天晚上 在台大进行演讲 很多人高度的关注 可是他最后 我自己蛮感动的是 他对他的供应商 提出来了一个一个感谢 而且他特别强调说 没有台湾 他的回答只是一个梦想 他特别强调 台湾是整个AI世界的一个支柱 而且台湾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无名英雄 黄文勋君讲的这么感动 第一个 他居然一个一个的感谢他的供应商 照理讲 我们这供应商是要赚你的钱 结果他现在反过来讲 说我感谢台湾的供应商 如果没有台湾的供应商的话 回答所有的愿景 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一个梦想 还不止如此 他也讲说 台湾居然是AI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支柱 我们有这么重要吗 宝洁没有错 因为AI这个浪潮来说 台湾的确是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 那为什么会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 有非常多的巧合 而且非常多的机运 来到台湾的身上 这是我们要好好把握的一个机会 宝洁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说这是千年难得一遇的机会 对台湾来说是千年难得一遇的机会 因为 重点是在201819年开始之后 川普跟这个美国 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开始 报警 事实上过去黄仁勋的供应链里面 也不是台湾有 没有错 但是中国也有 中国也非常多 所以等于他过去的供应链 是散在台湾跟中国这边 中国有非常多 譬如说他在昨天 他也讲到比亚迪 比亚迪也在帮他们训练 所以过去中国跟台湾 的确是黄仁勋的重要供应链之一 但是呢 那经过中美贸易弹之后呢 黄仁勋的金片 目前为止 很多金片根本没办法在中国卖 他怎么 他这个金片都没办法到中国的时候 请问你 我要怎么跟那些厂商合作 所以你说 他今天完全依赖台湾的厂商 对 是中美大决战的结果 对没错 就是这个结果 因为以前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说生产成本来说的话 中国很会cost down 那而且台湾很多供应链 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还可以帮他cost down 所以这样的话 变成是我在中国生产 其实是比较好的 但是问题是 你中美贸易战一下去之后 我这些AI镜片 都不能够到中国去 那我怎么办 我只能够找second source 这也不难解释 为什么从2018年之后 很多台商要大幅的回台湾 你看从什么 红海旗下有一个红柏 他是专门做伺服器的 他就从中国移回来 移回到我们的 这个所谓桃源机场里面的工业区 另外包括广达 广达也开始把这个产能 大幅的移回台湾 甚至人保 或是很多公司 都把它往外移 为什么往外移呢 因为他们知道 未来AI的这个东西来说 你做PCNB 或许美国会让你这个 晶片可以进去 做AI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进去 AI绝对不能进去 所以他们就往外移 往外移的时候 就刚好接到的 这个所谓黄仁轩的订单就来 所以我们的公司就因为这样子 在这一波的AI浪潮里面 跟黄仁轩的公司 就完全的绑在一起 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不是 你现在除了中国 除了台湾 没有第三个AI供应商吗 没有 几乎是没有 对 那你知道 为什么我这样说 你看黄仁轩 他今天 他昨天这样子跟我们高杯 那你看他这几天 一直在跟台湾的供应链吃饭 这今天是丽莎苏 他在早上的时候演讲 他也找了台湾的供应链上去 他后面也点了很多 台湾的供应链 那这个明天的基辛格 他要演讲 那今天晚上 他就要请台湾的供应链 也就是说 他们三个人 都是来抢台湾的供应链 抢台湾的人 抢台湾的产能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些AI或是AI的发展 未来是没有中国的 这个发展的方向 昨天的黄仁轩 不是有秀出一张地图吗 就是说我们全球 可以发展AI的这个合作伙伴 中国那一天是黑的 也就是很多地方是绿的 但是只有中国是黑的 在告诉你什么 他们都知道 未来的AI不可能 美国绝对不会让中国有任何 能够学习美国AI的任何技术 那这样的话 供应链当然就只能在台湾 而且让我惊讶的是 不止黄仁轩 刚才讲 你现在是身价 这个数千 上兆三兆的人 你每一秒钟 都是用这个金子打造的 就你在台湾待不久 你还在台湾塞亚期 那实际上讲 你如果你对台湾有感情 那苏之峰 苏之峰来到台湾 我有注意哦 他的这个私人飞机 Landing了以后 干嘛 他没有回饭店休息 Landing以后 马上冲去哪里 冲去南港 那我敢去看里面的场地 他说在里面待了一个半钟 都把里面全部看过一遍以后 他才离开回去休息 代表他的时间多么宝贵 可是你想说 你的时间这么宝贵 你应该赶快回去吧 没有 他也没有要走 他要在台湾待个七八天 待七八天干嘛 他要去台南 他要去抢地方 他要去抢地方 抢人才 抢产量 他还要在台湾设场 对 没错 实际上黄仁勋这一次 五月底来的时候 听说他会待到 六月七号到八号以后 待这么久 所以大概等待到 快要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 另外丽莎叔也是一样 他大概会待到 六月七号以后 甚至六月八号 所以他大概也会待个 七天到八天 季辛格也是一样 他这个昨天来的时候 听说他也会待到四五天 他也会来这边 硬请台湾的供应店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嘛 目前为止 黄仁勋昨天说的 包括说像AIPC 或是说AI机器人 甚至很多AI的计划里面 来说话 没有中国的角色 只有台湾的角色 那我们盘点一下 给大家看 韩国有这些供应链吗 韩国根本就没有 韩国也没有 日本有这些供应链吗 日本根本就没有 所以你就知道 这就是他昨天 秀出来一个照片 他的供应链 对 供应链 或是说我们未来 这个NDA能够生产的 这个范围里面来说 你看中国就是 空的 黑黑的一块 所以他告诉你嘛 告诉你 这就是黄仁勋 他所说的 他的北美贸易区 刚刚讲 从墨西哥到美国 到加拿大 刚刚讲的 他除了非洲没有 俄罗斯没有 中国没有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这就是 为什么他们的态度 都非常知道 这就是中美贸易战之下 台湾是一个最 我一直跟他说 中美贸易战之下 台湾是最大的受益者 好 不是 台湾真的触温了吗 按照黄仁勋 他到底是说 我是个销事 我来等于说 跟台湾保管纪而已 还是说 他昨天弄了 这个台湾的图 现在这个放旁边 放了台湾的一个厂商 而这些厂商 这些学校 真的是 未来AI世界的支柱了 一年前我们在讲 伪创广达 不吃苹果 变成赢家 一年后 台湾发展得更快 台湾已经成为 世界AI的重要支柱 世界AI的中心 所以已经有43业者 所以已经有43业者跟16家台湾的业者 学校 登陆这个黄仁勋 这个世界供应链的榜单 而且这未来不是只是做资料中心 台湾要跨入机器人的时代 AI机器人的时代 整个AI供应链的重心都在台湾 更重要的是你要成为这张表的名单之一 重点是你的工厂在哪里 你的觉悟高不高 什么叫工厂在哪里 觉悟高不高 所以我们来看 有办法跟黄仁勋吃饭水牙齐的 跟三兆男人吃饭的水牙齐的人 有谁 你可以看 有鸿海的刘洋伟 广达 华硕 还有何硕 还有英业达 这些人 有一个业者 他电子五哥 他就没有了 人宝不在 人宝就不在里面了 最大差别是什么 2019年广达跟英业达 是800里加急 跑回台湾来设厂 接下来鸿海的红柏 也跑到桃园自贸港 他们当年都是把伺服器的重心 移回台湾 人宝没有在里面 可是人宝不是也在他后面 那个大墙里面的供应单吗 他在供应单里面 但是他吃饭跟逛夜市 通通没有 没有人宝 所以许盛雄很遗憾 这一波伺服器跟AI 我们确实落后很多 因为饭没吃到 4653没有人宝 接下来我们三年一定要跟上 他的觉悟变高了 所以他保一个 纯学的美国人来当总经理 所以人宝也在这一波就接班了 陈瑞聪变董事长 新的总经理带而来了 纯学美国人 所以说人宝这一次的人事更迭 跟这有关系 而且你刚才讲的 广大 你刚才讲很重要 广大 英业达 还有当时的这个洪海 其实是把非常重要的伺服器 拉到了台湾来生产 所以他在讲 人宝最大的遗憾是在这一波伺服器跟AI伺服器里面 我们落后同意很多 为什么落后同意很多 是你太晚回到台湾了 就是你的觉悟要高你才可以成为昨天榜单的民班 你才会是第一波吃饭跟逛夜市的民班 你看到在这名单里面了 我们来看工厂在哪里 他们过去几年做什么 红海红城跑到土城的自由街跟中山路 买床房 把他的高速连接器全部放在土城 红海在土城 在土城 这是高速连接器 然后台达店 郑平也有吃饭 官宝就没有进去 人宝也没有 人家跑去中立内湖购地 而且中科南科都租土地 拼命了怎样 在台湾过场 再来我们看到中部的巨大 也被提到了 2019年他做什么事情 他是用自动化的机器手臂 开始组装脚踏车 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 原来这是辉达跟广运做的 昨天晚上才揭开谜底 人家把这个捧在里面 所以巨大的脚踏车 现在是机器人做的 这是全世界第一条 智慧机器人坐脚踏车 你昨天晚上之前都不知道 也是2019年 回到台湾来投资的 我们知道巨大以前在中国投资很多 对 可是第一条智慧产线 就是回答做了 而且在台湾在大甲做了 那你没有在 如果工厂跟物性不高 你没有在台湾的 都中壘上台了 也在榜单里面 人家跑去哪里 菲律宾 所以我们看到菲律宾 灯也有亮 那重点是什么 其实这些业者都有讲一句话 我们的产品都安装在 G6中心 涉及到资安 通通要求在台湾生产 所以能够吃饭 能够逛夜市的 其实都是中国澳 好 开明 刚讲的 今天现在是把黄仁勋点石成金 今天点到的今天都大涨 那你特别提到是 有很多东西 第一个台湾什么都有了 而且这一场的战役 居然在2019年 当时美中战争 美中战争的时候 这个战争就开始了 那经过这么多年 这些厂商回来 那我们在台湾形成了一个聚落 现在开始开花结果了 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美中的抗核 然后地利就是因为 我们台湾有这么完整的 台湾的就是这么四百公里 有这么完整的 这种AI的一个供应链 在人和 你看苏妈 黄仁勋全部都是我们台湾人 所以是台义的 对 那你看哦 非常有趣 这个黄仁勋是现在最强的 这个我们说最强的分析 他只要点到哪一个 就好像帮你盯上 盯上勋章 这个勋章 他说了一句话 台湾是重要资助 有很多无名英雄 宝洁我告诉你 今天台股里面 有很多的无名英雄 发光发热 我们有台系电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供应电 叫做散热 那我说 这个一年多以来 我听到净润式的散热 那我在上个礼拜五那的时候 我还特别提到说 当时我们提的是广达 广达今天开盘一架 跳通掌丁 锁到底 为什么 看看那个画面上 昨天那个树状图里面 最上面的那个是谁 那就是 就是这个广运 我说错 就是广运 就是他特别 用这个简报提到的 这个广运这家公司 上面那个 上面这个 你说这个是广运的 TenMac 对 那个就是广运 你看 这个以前全世界很 几个人知道广运 可是广运做什么 我上个礼拜就做过 做自动化 转进什么 做散热 甚至以前 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讲到第二次来的时候 讲到超级电脑 我是不是说过 他台湾台三二号的 这个散热 就是他做的 我再讲几个例子 他怎么那么厉害 对 因为他这个地方 他是最早发现 最早做这个所谓的进步是他跟工研院 跟工研院在合作 而且是帮我们国家超级电脑 在做这个散热 那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其实不止哦 其实在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其实我在我们东森盘中解盘的时候 我就点出了几家公司 要特别留意 我说可能会有爆发的机会 很高兴啊 这个今天全部都被点上名单之后 完全爆发 我举个例子 有一家我们台湾 排名前三大的这个IC设计 能够集信 全世界前十名 有三家 一个叫联发科 一个叫联友 一个叫瑞玉 结果瑞玉呢 这家公司排名 全世界第七名 第六名的这个 这个IC设计 他的创卖人 竟然放着瑞玉不管 放着瑞玉给他的子女 给他专业经理人 他去守着一个 所谓的一个通路 那我在今年一月 通路 对通路 我就一月多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叶董会守住这家通路 他也不是规模最大通路 这家通路呢 这家通路呢 叫做宏乙谷 结果呢 我在一直追踪之后 宏乙 对 我发现他三月份的时候 他有个小小的公告 你知道多有趣吗 一个通路不是要卖零件 给厂商吗 他竟然买了55台 最先进的美超围的 AI伺服器 55台 花了5亿 我说一个通路 为什么要花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要做AI的服务 果不其然 四月份的时候 法说会的时候 公告出来了 他做什么 他做这个AI的算力租任 什么叫算力租任呢 宝洁 假定说你是一个 一千万的资本额的公司 你要有AI 可是你不可能去花 一千万去买个 AI的伺服器 你就来租什么 租那个AI云嘛 等于说我建立一个云的环境 他是NVIDIA第一家 第一家认证的 所以说他 你看今天也是开盘 一架锁到底 等于说一架锁到底 我可以买伺服器 帮我这个伺服器再租给 你买不起伺服器的人 这个也是在他昨天的 那个背景里面的 那个几个logo里面 其他一家公司 我在讲另外一家公司 当时这个NVIDIA 当时他也是 刚串起来的时候 他没有 他找张忠谋 他拜托张忠谋 资助 他好像也受到软移的资助 你知道吗 他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人帮他做代理 有一家公司帮他做总代理 十几二十年前 这家公司叫做什么 叫做义登 等于说是他的博乐 后来义登代理他之后 那个NVIDIA串起来之后 他也快速的滚好几种机 然后义登 台湾有人代理NVIDIA 对 3048 这个在十几年前 就看好这个NVIDIA 然后NVIDIA的时候 这个后来他做大之后 他当然已经不是独家带 可是他很聪明 他就转换一个模式 他就专门代理NVIDIA的 叫做Jason One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专门做边缘运算 跟机器人所用的 这个NVIDIA的系列的产品 聪明吧 刚好抓住这个时代的 所以说台湾人 什么钱都可以赚 因为我们的GP 因为像NVIDIA GP200这种大 一个几百万的晶片 他不可能直接 他不可能迭代代 他可能直接出去厂商 我最后再讲一个 可能大家没有发现到 可是未来几天 黄仁勋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新闻出来 去年黄仁勋来台湾的时候 他拜访都是伺服器厂商 只有一家公司 不是伺服器 是做什么的 做AI医疗 叫做 对 AI医疗 叫做炎阳 他说 对他是华硕的子公司 他说这个是我的兄弟 结果你知道为什么 今天这个AI医疗 华文勋在今年 参加世界论坛的时候 有人问他说 如果能够再重来 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要做生命科学 他说生命科学最不大 华文勋去年五月来台湾的时候 七月份在美国投资 一家公司叫做recursion 五千万美金 做这个所谓用AI生计 各位你知道吗 炎阳这家公司 收到华文勋点名之后 他马上募集资金 去入股一家公司 叫做什么公司呢 叫做捷坡 你看那个画面上捷坡 这是他官网截录下来 非常有趣 斗大的字叫做AIP 其实他是把AI跟IPC 跟工业结合 那他这家公司有什么来头呢 他是 他的技术底子是来自哪里 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 以色列有一个把全 他们国家最精英的 这种所谓的一个 资通讯 形成一个 类似像国家网军 做了一家公司叫做Hilo Hilo就专门在做AI的 他的这个底子 就跟这个所谓的一个 解剖来做合作 解剖做工业电脑 就这样子好了 炎阳吃了这个解剖以后 更能够帮助炎阳 在华文勋区所追求的什么 AI医疗 我们大家看 这次他在演讲 有一个影片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利用那个影像 就是数位孪生 然后建立一个AI医疗的 一个环境 不只是硬体 也建立一个环境 所以说呢 像这个解剖这家公司 因为炎阳 有开始发光发热 大家还注意到 原来台湾有跟以色列AI技术 合作这么好的公司 所以我刚才说的 天时地利人和 台湾有很多好公司 要逐一的发光发热 下礼拜台北电脑展 即将展开 可能没有想到 下礼拜才展开 黄仁迅已经来了 苏志峰也要来 高通的总裁也要来 包括这个所谓的 美超围的这个执行账 还有连季星格 Intel的执行账 季星格都要来 那为什么要来 你说因为这一次的 台北电脑展 他要决定 下一代AI世代的规格 如果这个AI世代的规格 你如果没有办法进入的话 那个你就会有灭顶之灾 特别对Intel Intel过去 也是在这个地方 Wintel的这个权威 他是规格的制定者 可是没有想到 在AI上面 他居然落后了 落后会有多么惨呢 现在他一季会 可以卖6200万颗 跟你说他如果 这一次真的落后了 他真的进不到 AI的世界的话 他搞不好 连一颗都卖不了了 华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黄仁勋来到台湾 大家想说你来台湾 他最 他6月4号是电脑展 他6月2号要演讲 结果他一个礼拜前 就来到台湾 华杰这多不寻常 大家知道吗 黄仁勋目前为止 他的身价是900亿美金 他现在是华人游戏 来身价最高 然后他的公司市值 是世界第三大公司市值 他就有一个礼拜多 两个可能要 这次要来台湾两个礼拜 都待在台湾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这一次的台湾的电脑展 或是最近的台湾 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他的身价这么高 他每一秒都是数百万美金 那除了他要来之外 苏之锋也要来 那AMD的 那包括说像高通总裁要来 Intel的执行长 基辛格要来 美超委的老板也要来 为什么这些科技大 过去 我跟他讲 过去都是什么 我们台湾去美国 干什么 去美国的CES展 去美国的电脑展 去逃圣 对 然后去跟他求订单 你看我以前 鸿海去求订单 说还在人家 外面盖一个房间 拜托你给我订单 这样 现在不一样 你为什么不去求人家 现在他们主动来 为什么要主动来 因为他们知道说 没有台湾的帮助 他们可能会在 这未来的商机里面 全部花一跤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鸿迅要来 他要来看谁 台积电 要来看鸿海跟广达 为什么要看台积电 因为苏之锋来 他要看谁 看台积电 Intel来谁 他要看台积电 他们都要抢产能 所以我要先抢到 足够的产能 回答黄远勋说什么 这个需求不是问题 供给才是问题 他要取得供给 对MD来讲不是这样吗 对Intel来讲不是这样吗 所以他们现在 是来这边求 我能够获得台湾的支持 我在未来的战场上面 他有可能会 胜出了一个壮举 可是Intel自己 不是也是代工大厂吗 难道这个代工大厂 已经认输了 彻底降服了 当然代工 他现在不担心代工 他现在担心什么 他的AI 他的PC时代要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台北电脑展里面 会展出非常多 叫AI PC AI手机 让PC跟手机都 沾上了AI的光芒之后 完全不一样 这个商机重新在形作之中 尤其是对Intel来讲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电脑里面来说 就是微软的这个作业软体 加上Intel的这个 所谓它的CPU 但是未来的AI里面 完全不一样 保洁未来的AI 我的作业系统 不见得是微软 我可以用任何AI系统 都有可能会进来 那我的CPU 不一定要用Intel的CPU 因为Intel你在AI落后 我搞不好用这个灰打得更好 我搞不好用高通的更好 所以变成是 它在这个所谓AI PC里面 它的商机就可能会消失 所以它独占的市场没有了 它以前在这个所谓CPU 或者说NBPC里面 一个季度可以出到 6200万颗 保洁它未来搞不好 这些会有归零的压力 你看为什么 事实上现在微软 它找谁 它没有找这个Intel来发展 AI PC 它找高通 另外一个 那个黄仁勋它找谁 找我们台湾的 这个所谓联发科 我们来负责所谓AI PC AI手机的研发 所以现在完全都 整个版图被打破 打破之后呢 当然过去的领先者 Intel是相当的尴尬 那尤其它目前为止 金融代工还拉不起来 它如果这个整个 这个所谓手机跟PC市场 丢掉之后 它可能真的会很惨 所以美国呢 指数今年大涨 你看它今年以来 它跌了35% 它一路再往下跌 告诉你说 它可能会被这个 AI时代所抛弃的一个 这个可能的优先的对象 所以说现在的PC 已经要重新定义了 现在的PC已经不是Window 已经不是Window加上Intel 而且现在台北电脑站 我要展现什么叫做AIPC 而这个AIPC的规格 就在台湾 对 所以现在第一个书家 已经出现了 那就是Intel 好 那还有第二个书家 可能也是非常大的书家 那就是韩国的三星 反正韩国三星来说 他们不是都一直很想要 挤进这个AI吗 就挤进AI里面来说 他们最近在做什么 我们用这个所谓 高宽屏记忆体这个部分 就没想到一直没办法通过 就当初来 南韩媒体来说什么 是台积电故意要卡这个三星 不让它过关 结果现在发现它有什么 不是 因为它把产品送给这个NV来去认证 就它的八层和十二层的HBM3 因为它过热 还有功耗问题又来了 没办法过 又是过热 所以不是我们的影响 是你自己没办法过 所以在AI领域来说 它现在这个没办法卡进去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所以你之前曾经讲过 三星电子当时最以为要 就是我的高屏 这个所谓的记忆体 对 现在这个高屏记忆体过不了关了 它过不了关 好 过不了关再说 保洁那还有两个最重要 那过去一段时间 Google还有高通 他们两家公司都是三星的合作伙伴 为什么三星合作伙伴 因为Google就说 那这样 你帮我代工 然后我可以把我的晶片下给你 这样 两个互相结盟 高通也是一样 你的三星手机用我高通的晶片 我高通下单给你 这两个他们是有结盟 他们是有实质的结盟关系 绑在一起的 就那最近的什么消息 两个消息让三星完全是 脸上无光 第一个就是高通 高通要把下一个世代的晶片 他已经决定不要丢给三星 他要全部丢给台积电 所以等于是他丢掉了 这个高通下一个世代晶片的大单 另外第二个Google Google原本他的Pixel的晶片 他是给三星代工 他现在也丢掉了 也给台积电商 所以等于是说台积电在 各式各样的领域里面 都完全攻城略地成功 所以为什么三星最近不是 把他们的半导体负责的 换成这个全永轩吗 因为他们真的是 这一次也是成为一个输家 所以告诉你 所以你说现在如果你要进到 AI的领域 对 只有台积电能够做 台积电能够做 或是台湾供应链能够做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 你看大家所有的大佬 都要来到台湾 所有的供应链都要来台湾 所以那也为什么不难解释 为什么台湾股市 今天又创下 两万一千八百点的历史新高 里面有非常多股票 AIPC相关的 比如说像华硕 这个宏基 甚至像广达 这些都跟它相关 或是AI供应链像鸿海 鸿海现在又来到一百八十五 过去你知道郭台铭 一直在退休之前 你就刷两百两百 都到不了 现在终于在AI美梦之下 快要看到两百了 刘洋伟帮他完成了 对 反而是刘洋伟能够完成 为什么 因为刘洋伟是靠着AI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AI浪潮 真的在接下来台北电脑潮 我会看到非常多 新时代的这个产品 而且是一代新人 换掉旧人状况非常明显 好 郭台铭讲 它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生死擂台战 这个生死擂台战 有两个厂商非常恐怖 Intel 本来半导体的霸主 现在已经在生死边缘 另外一个是 本来全世界最高适时的 所谓的三星产品的这个三星 三星也快完蛋了 对 6月4号之后 大家买电脑 以前买电脑 我们会看两个东西 叫做Window的作业系统 再来我们看Intel Insight 配的CPU都是Intel Insight 可是6月4号之后 我们大家去买电脑 你会看到什么东西 你会看到微软是 照样是用新的 Coplay的 就是AI的PC 可是它搭的CPU 你看不到 连Intel的 没有Intel的 你看到的是高通台积电 代工的骁龙S系列的晶片 加上Armor的架构 然后首发是谁 宏基加华硕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这几天 今天股价大涨的都是他们 是因为一个化时代开始的 Window时代 宣告终结的 是微软加台积电制造的晶片 变成新的AIPC的时代 那AIPC就有什么了不起 AIPC很厉害吗 因为在终端 需要用电脑呈现AI的时候 它必须要 不会发热 而且在来运算的时候 功耗很低 速度要够快 所以为什么是高通 跟ARM架构出现 就是因为在手机时代 它已经证明了这件事情 更重要的是高通从4nm开始之后 是交给台积电去代工最新的S系列的晶片 所以整个世界 因为这场电脑展会更依赖台湾 尤其是跨入新时代AIPC 以前所有的CPU都是美国制造 Intel光一季出6000多万颗 一年是500多亿美金 而且坚持只在美国制造 现在你买电脑 已经看不到Intel这个选项了 如果你买最新的AI电脑 是买不到了 所以科技业正在进行一场 残酷的竞争大赛 他们都会来台北电脑展演讲 可是台商这些巨头 都想干掉对方 所以现在台湾已经变成了 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拜登才会讲 为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对我的盟友 我会使用武力的 所以为了用最好的AIPC 用了最好的AI功能 所以高通放弃了台积电 决定使用 放弃了三星 决定跟台积电合作 加入了从4nm跟3nm 最快要到2025年 才可能回来用三星的晶片 再来是Google也马上在这几天 也宣布新的AI的晶片 也是要交给台积电 你知道三星跟Google 是多紧密的合作 Android系统日回型手机 20%是三星的 如果Google不跟三星合作的话 Android系统怎么办 全世界20%的智慧新手机 是三星的 如果它跟它翻脸 那两个会怎么办 可是Google照样选择 跟台积电合作 用台积的晶片 因为如果不做 那以后如果AIPC 或新的AI 都被高通抢掉了 它不就完蛋了 所以说Google会被洗掉 所以科技巨头 现在是五年一兆美元的 厮杀跟割喉战 每个人都要来台北露脸 所以为什么Intel也来 它明明是输家 它也要来故障 要来抢 因为下个AI 它也不能输 难怪讲说 现在有一个AI的军备竞赛 所以辉达找谁 今天谁掌停板 最讶异的是联发科 因为辉达跟联发科 做CPU 所以有一天你买电脑 也会出现联发科的CPU 它为什么找联发科呢 对 因为联发科 在AM这个架构 它也很多年了 用的也是台积电的制程 所以所有的晶片制造中心 连CPU都转移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其实是世界的核心利益 不只是美国 所以还不止 这次来还要5G AI 车用都要跟联发科合作 所以联发科 今天一早 黄连勋一早抵达 马上拉上涨停板 看到的是一个科技巨头 都需要台湾PC供应内的时代 而且更可怕的是 伊鲁马斯克夸下一个海口 他要用一个所谓的 AI晶片的超级电脑 一口气 要用10万个H1板 因为没办法 现场是科技巨头 一兆美元的大赛 美国科技七大巨头 谁都想要这场新时代 因为Winter时代 称霸地球40年了 谁是下个世代赢家 所以他用超级电脑 用最快速度 他的FSD自驾系统 才有机会胜出 在拼自驾了 对 因为这个运算速度才够快 网路传输速度才够快 因为他要走低轨卫星 接下来他要走什么 机器人时代 所以Elon Musk 下一步就是要让整个地球 充满机器人 超级电脑跟无人车 跟机器人能够连接在一起 黄人群为什么要来台湾两个礼拜 今天有另外一家公司 也涨停板 叫做广民广达集团 也是要做机器人 也是机器人 所以波士顿动力是现代汽车的 这个FIGURES是谁的 是AI OpenAI加黄人群的 接下来可能是谁来代贡 就是台湾的广达集团 所以从手机晶片 到AIPC的晶片 机器人也是台湾做的 也是台湾 所以他在找台湾所有落地 所以几乎全世界 把整个供应链重心都移到了台湾 好 伍总 过去 郭台铭曾经发现豪宇说 他退休是要200块 他才会退休 现在没有想到他这个不在 之前只有100多块 现在一直冲上来 刘洋伟真的把他做到了 现在所谓的科技的进步 应该同等于演算能力的进步 当然演算能力 所以这个整个环境的改变 就是OpenAI到GPT 突然间的突破 虽然这个演算能力突破之后 把已经改变了 所谓过去的某个定例 通通都全部突破了 现在也不知道 AI到底再过三个月 会发生什么东西 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在全世界 就是目前GPT确实 和OpenAI 在西方的发展 现在这个AI是走多快 走多远 没有人知道了 是 大家知道 都几十倍 几十倍的发展 现在我们都知道 包括现在发展 现在这个OpenAI的发展 就是SORA 那SORA可以整个变成一个 完全做电影制作 整套跟电影制作 那种完全相当 当然目前 它还属于未公布的版本 但是当一旦公布 给商业性使用的话 那又会变成一个 新的一个所谓 这是真的工业革命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有开始 我们就记得当时 在二十年前 我们看到用动画 来做电影的时候 那时候 铁达尼号 可以做海浪 这些事情 我们非常惊艳 当时我们今天做媒体 哇 怎么做这种东西出来 这个不得了 但现在这个已经变成旧文了 已经是不堪一级 现在整个用文字 就可以制造出 整个影片出来了 用文字的指令 可以制造出影片的 时代来临了 那以后的 那好莱坞的产业 全部是天翻地覆的 大的变化 然后呢 你现在再想想看 在去年的 这个借川奖的得主 年轻的得主 他三分之一的作品 是靠AI帮他协助完成 所以这时代 已经全部来临了 然后最糟糕的是 一个什么东西 最糟糕的是 中国大陆是 非常非常的落后 而且注定落后 没有机会赶上这个 没机会 完全没有机会了 因为我们都讲过嘛 三个东西嘛 一个就是算法 一个算力 一个数据嘛 那个数据是最重要的 也最重要的核心的一部分嘛 那数据的问题 现在你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有 非常多 我们看到所有 中国大陆有一个 很有名的名词叫什么 叫做爬墙嘛 为什么要爬墙 因为他在 在大陆内部 无法取得相关的资讯 或是讯息嘛 包括科技的资料等等 包括中国大陆禁止 所以一切的所谓的公共平台嘛 就是公共讨论平台 这些公共讨论平台 它完全全面禁止 因为它完全用政治性的限制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在中国大陆 无法取得有效的数据 是它最大的问题 到目前来讲 譬如说他们有 我最近看了一个报导 看了一个TikTok TikTok现在就是它注册 它现在注册跟 Open AI跟GPT切的注册 像我一样 我们公司有注册 东西也有注册 我们一个月 付大概几百块钱美金 就变成一个固定客户 结果TikTok就做这个事情 然后它对外宣称 它自己也发展了AI 结果后来 就变成GPT切的发现了 就把它取消它这个账号 取消TikTok 因为它现在做的事情 照讲你是我的用户 TikTok是我的用户 结果它对外宣称 它自己发展了 它自己的类似这个 AI的系统 但做类似这种服务 就是假的 你说现在恐怖的是 AI的封印已经被打开了 半导体的结界已经被破坏了 现在半导体会发展的什么程度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过去半导体 一个最大的封印 最大的结界就是 你在矽晶圆上面 你三奈米 你很难再发展下去 可是没有想到就被打破了 为什么打破 竟然 辉达跟台积电 形成了一个火龙圈 大家互相为用 也就是今天台积电 最先进的赤程帮 挥达制作晶片 晶片 挥达的晶片再回来 给台积电 就这样一为二 二为一 就像一个太极一样 相生相克 包姐 大家没有发现到说 今年的整个科技发展 是不太一样的 好像有点大爆发 大爆发 为什么大爆发呢 我们跟他讲 巴菲特在这个礼拜天 他说什么 AI就像是人类发明核武一样 他说这个会影响到 人类所有未来的这个决定 AI的重要性跟核武一样 对 没错 他永远的改变人类 第二个你知道 这个礼拜的时候 广达林巴黎说什么 AI的发展 他说不是火车 他说是新干线 磁浮列车 以那种时速 六百公里的再往前进 包姐 为什么突然之间 好像突然突破了 过去段时间我们都觉得 好像科技没有任何的新发展 现在怎么 新的核武也出现了 然后磁浮列车发展的 这个AI也出现了 因为有两个公司 打开了这个整个的发展 你说所有的封印被打开来了 对 这两家公司是什么 一个是台湾的台积电 另外是美国的NVIDIA 为什么这样讲呢 实际上 保姐 刚才你提到 三奈米下的确是有所谓 穿碎效应 过去要发展 很难发展 而且要投入非常多钱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我今天做到三奈米就好了 我不要再做了 但是问题是 灰打还有苹果都跟你说 不行 要继续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AI晶片 未来就要用到三奈米 更先进的制程 因为保姐 为什么 在商言商 NVIDIA说什么 AI的这个 我们要做AI台积电 AI的规模上海 一百兆美金 这太夸张了吧 是 一百兆不是台币 是 一百兆是美金 对 好 因为有一百兆美金 所以呢 保姐 你要不要继续研发 台积电你给我研发下去 因为为什么 今年 我用今年 包括微软啊 Google啊 亚马逊啊 还有什么Open 他们应该要投资 好几千亿在晶片上面 那你说台积电 要不要继续研发 当然继续研发 就是他们两个 一个台积电 这个挥打带给 庞纳商机给台积电 然后台积电呢 好 我就继续再研发 两个就这样互相的交错 互相的不断的 作用力加强之后 形成一个新的势力 而这个势力呢 目前 我跟你讲 美国跟中国 两个国家都不够看 真正未来决定 人类发展方向 是这一股火龙犬 这一股新势力 这个才是真正决定 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且你更恐怖的是 你不是说我这个台积电 生产机面就算了 我旁边 我还有周边的设备 我现在要用水冷室的 我要有AI伺服器的组 所有东西 我觉得太夸张 是 都在台湾 也就是说因为都在台湾 所以保洁 那今天的这个台湾股票 市场来说话 又来到这个两万零五百点以上 而且事实上 今天的三只股票 一个台积电大涨 另外连鸿海都大涨 还有广达 广达像林百里 他说我们的发展 是跟这个磁浮列车一样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三下 还看不到山顶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连鸿海 这个牛皮股都动了 他今天涨了十一块五毛钱 今天涨了快要七个percent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 因为我们就讲 这个AI这个势力来说的话 最新的产品叫GB200的这个晶片 超级晶片 准备要推出了 保洁这个GB200的这个晶片 就是他有一个这个B200的这个晶片 还有一个CPU 还有另外三个组成 保洁这样 我们不要说什么 你只要看这张图就知道 这什么 这个多夸张 你看这是黄仁勋他说的 这几年AI的这个发展 他说AI八年来的发展 你看原本来说话 只有十六个浮点 然后后来在17年的时候 增加了130个浮点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 增加到这个620个浮点 你知道到今年的时候 已经增加到两万个浮点 这什么意思 我们光直观来说 一个浮点就表示它的运算能力 而且是很大的运算能力 你看从八年前的时候 十几个浮点 现在已经两万个浮点 你就知道说人类的计算运算能力 到底成长了有多快的一个速度 你先讲摩尔电率每半年 就是增加一倍 那已经非常恐怖了 它比摩尔电率还快 它未来可能会每半 每几个月就增加好几万倍 这样一直不断的推进 那我现在不懂的是说 那它之前就已经公布了 都已经发表了 那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大爆发呢 为什么 因为它准备要开始出货出来了 出货出来了 它有能力出货了 当然了 因为有能力的话 就台湾台积电帮它做 还有鸿海等等帮它做 所以为什么鸿海能够大涨 因为鸿海几乎从开始的 这个晶片之后的模组 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所谓组装 它全部都吃到 所以我跟你讲 台湾真的是 这个NVIDIA出货一出来之后 就是台积电帮它代工 然后代工完之后 它晶片交给谁 交给鸿海组装 那鸿海又组装给 台湾的所有的伺服器 要么就是台湾的厂商做 要么就是美超会做 都是台湾人做 所以为什么台湾就变成是 为什么你刚才提到 事实上这一股火龙卷 不是只有NVIDIA跟台积电 还有台湾的供应链 全部这样做会之后 AI的发展就需要 台湾的这个供应链继续下去 所以这个力量会一直让 台湾的整个经济 或者台湾的股票市场 都会出现跟过去 完全不一样的风貌 难怪我之前看到 股票长成这样 我还问你说 可以买吗 台湾现在会不会非常危险 你说没有 不用担心 因为台湾的产业 在最近的时间 因为AI的关系 已经腾龙换鸟了 对 而且因为AI的关系 然后出现一个趋势是 台湾所有的 很多年要做AI公司 不好意思 你现在先离开中国吧 因为为什么 美国很前 我刚才就讲 中美的对抗之下 那个表面上看起来 是两个国家 什么经济实力的对抗 我跟你讲 最后就是AI运算力的 这个对抗 所以美国是绝对会 封死你的AI的运算力的 所以你不好意思 如果你要做AI的工作 像我们台湾的金元店 为什么他要卖出 这个金融店子 因为他想要做AI生意 不好意思 那你就来吧 你就出来吧 他决定回到台湾来 大局的加码 台湾的这个投资 那甚至连广达零百里都说 因为两岸局势紧张 客户都要求广达 在台湾以外 增加一个生产基地 所以目前海外有泰国厂 美国还有两座厂 还有欧洲一座厂 客户感觉非常放心 你有没有注意到 没有中国厂 所以就是说 现在鸿海也是一样 他现在这个金片 他想要移回到台湾来 由红柏来带工 所以就说 你未来AI发展领域 全部都要切割 中国这一块市场 中国你绝对都不能够做 因为美国绝对会把AI放成 是一个绝对封死中国科技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你刚刚讲的 现在NVIDIA里面最先气的 以前嘛 A100 H100 你绝对不能碰 现在刚刚讲的 HB200 你所有相关的 你一定要离开中国 当然都不可能做 所以我们就讲嘛 那你说到底AI能够改变什么 第一个 现在目前为止 微软有一个Corepilot 365 未来我们所有的PowerPoint 做所有的文件处理 全部都可以改变 而且现在有越来越新的这个东西 听说这一次的这个苹果 它会出一个 这个AirPods里面会有一个新功能 就是它会加入AI之后呢 未来可以判断的非常清楚 就是人类的这个 你在听任何声音的时候 我可以过滤掉其他的杂音 我想要听什么声音 就可以只听到什么声音 这样一个状况 甚至它里面还有一个 什么助听器模式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很多人的 这个耳朵不方便的时候 他用这个方式之后 他可以用增强讯号 来刺激你的脑袋 让你听得更加清楚 所以这整个AI的发展 我跟你讲 远超乎大家的想象 这些发展来说 可能都在今年会开始 大量的出现 不是 我们要讲 一开始手机 你知道手机也变成了照样机 手机也变成了录音机 手机有很多的功能 未来 我的耳机 也可能跟助听器 鞋合在一起 很多东西都完全在今年会大爆发 所以事实上今年 所有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另外一个 就是机器人 我们知道事实上 六月的时候 黄仁星要来到台湾 他会大举的讲 他的机器人 他这个Project 这个GR00T的这个计划 你看都是很多机器人 机器人 然后有很多 包括说 你看这是他在GTC大会 展示的这个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 在未来都会成真 而且人类所有东西 他就说 他说一个梦想 就是说 你会愿意用两万块 买一台车 那你为什么不用两万块 买一个机器人 所以机器人 未来会深入到 我们一个家庭 所以他说了 一百兆的商机 这个绝对不是假 因为对美国跟中国来说 他们都想要抢 这个未来庞大的商机 所以你说以后你的吃喝拉撒 所以你碰到所有东西 对 都跟AI有关了 对好 那我们就讲 为什么这个美国 绝对会封死中国的AI 这几天发生一件事情 保险你知道 美国跟中国 现在互相在亚洲呛吓 美国把这个 中国来把这个福建舰 我说我要出来海测 吓吓你们大家 然后美国在这个地方做什么 他是肩并肩的这个演练 然后他说什么 我把亚洲国家串联起来 做一个共同的作战载台 就是可能因应跟中国作战 但是我跟你讲 事实上美国最重视的发展 是这件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 这是谁 这是美国的空军部的部长 叫肯德尔 他登上一台飞机 那你想说这有什么好奇怪 保险 这台飞机叫Vista Vista是什么 它是无人飞机 也就是它是AI所掌控的一台飞机 但是呢 它不是人操控的 不是人操控 但是肯德尔就说 我不知道它的能力怎么样 我要坐在上面看看 所以它其实是有两个飞行员 肯德尔坐在前面 后面有个飞行员 万一AI控制不住的时候 他们可以随时介入 好那你知道 他们上去飞走 他们还跟其他的F16进行独发 那保险 那最后的结果 他们下来还没有说什么 因为看起来的话 应该是AI获胜的 然后他就说 他终于坐上去 他终于知道说 这个AI可能真的是 可以做到的一个状况 美国的空军部长也太有种了吧 你居然坐上了一个 由AI控制的F16 如果中间有一个闪失 这个AI操控如果有问题 你就完蛋了 他也要上去确认 AI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他要知道说 真的是OK的 所以是空军部长 对 他现在的这台直征员 这台的F16 完全是 AI控制 所以他就真的坐上去了 然后他就这样 然后他下来就说什么 我们现在要决定说 到底什么 到底要不要授予他 开火的权利 就是说如果他能够 他说他的战斗力 绝对没有问题 他如果真的能开火 我们会授予他 所以你知道 这些整个变化是完全超乎想象 你可以试想吗 未来所有的时候 AI掌控的时候 而且美国如果技术是遥遥领先中国的时候 保持人 那这个AI 这个所谓F16飞上去的时候 他只有飞到五个G里 他如果真的全速 如果是AI的话 他可以到九个G 甚至更大 这个人类 如果是一个飞行员 你到了九G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昏倒了 那你就知道说 他在九个G里面 如果用AI控制 他如果在空中残兜的时候 他转过来 马上可以锁定你 所以你知道他事实上 AI的在未来的作战能力 这是美国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呢 也不跟你争什么 你要强心 我们就互相这样子状况 但是美国是把未来放在目标 三年到五年之后 我在AI领域领先以后 就如同巴菲特一样 我是有新的核弹 对付你旧的这个武器 好 刚才讲 你是把产业的 你说最近产业界最好奇的 居然就是台积电 为什么你可以突破三奈米的限制 突破你过去被认为 半导体的封印 半导体的结界 而且这个东西 如果一突破了以后 就进到了一个新世界了 那如果进到这个新世界 你刚刚讲到 Intel 三星 就完全被甩在外面了 对 我没有看过保守的石化业 会这么兴奋的 真相走高了 去告诉大家说 我们发现新大陆了 因为台积电宣布说 进入了埃米时代 因为这些化工业 没有想过 三奈米就是极限的 你是长春石化跟你讲的 对 这些石化业非常的保守 但是他过去几年投了500亿 就是要赔台积电 从3奈米走到2奈米 结果台积电现在宣布 2026年进入A16 就是埃米时代 因为这个就是埃 进入埃米时代 那个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你怎么奈米都走不进去 你就走到埃米 所以他们非常的兴奋 这是头发百万分之一的小的 是怎么做的 头发的百万分之一的细 对 而且比英特尔跟三星都要好快 重点是 这除了是外商去协助台积电 包括新式科技 包括NVIDIA 包括埃斯摩尔之外 其实周遭的供应链 都是台湾业者 整套下来 你说 包括伺服器的组装 包括散热 包括细光子 包括OPM PCB 都是台湾 对 整个AI的重心 都在台湾 包括周围的化工材料 连做一个半导体化工材料厂 都要用无程式 因为一杯水放在前面 如果有吐一口气 你就没有办法在良率上 通过台积电的要求 而且越来越小 你是要在真空环境 去做化工材料 所以为什么长春这些石化集团 这么兴奋 是我们走到埃米时代了 所以说以后长春石化 这些材料 他们要在真空的状态 无程真空 在做他的双洋水 因为你吐一口气 你碰到一口气 你就没办法过良率了 所以这就像1492年 各种部发现新大陆 半导体又跨到材料界 跨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重点是 整套供应链都在台湾 如果你做成AI相关的 也都在台湾 化工材料在台湾 先进封装也在台湾 好 我们刚才讲的 以前柯文哲最爱讲 什么义无反顾拼一次 现在不是柯文哲义无反顾拼一次 你说是台湾这些厂商 现在是一无反顾拼一次 特别是鸿海 鸿海现在居然最大的组装是鸿海 而且鸿海现在讲 他又把很多周边产品 也全部卖掉了 专心来做这块吗 对 这礼拜鸿海最重要的消息是 他要在日本开夏普的股东会 开夏普的股东会 是要什么 要关闭他曾经收购日本百年夏普的 借工厂 SDP的工厂 要在今年就把它关掉了 结果资本市场是用什么方式来解释 他鸿海要出运了 鸿海股价要大涨了 今年有机会上看200块 因为AI在台湾台积电突破 埃米时代 GB200可能光明年一年 就会给鸿海将近一兆的生意 EPS要到13块 一兆 对 从过去的几块钱 变成13块 所以鸿海现在股价 在富邦这些投顾认为 他可能要上200块 官场不是利空 变成是一种利多 全台湾都在拼AI 果资 你是第一个告诉我 这个火龙卷概念就是 辉达跟台积电 现在在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他们完全突破过去 半导体的物理限制 也就是台积电 现在用4nm帮汇达做了你的GP200 GP200以后台积电又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 我就开始优化我的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了以后我就开始 依照这个生产过程 我再去配合汇达生产 下一代的晶片 就这样的火生风 风生火 那就开始卷起了一个巨浪了 对 过后地域以前算 可能一年增加一倍 就很快了 结果台积电用汇达的晶片 来算自己的光照 以及建模的方式 会变越变越快 可能光照都快三到五倍 它什么都算 所以用H100或GP200 它算的速度越来越快 结果变成是 我用最快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帮你生产晶片 结果你提供晶片 来帮我做运算模型 你还可以帮我算得更快 所以一个晶圆厂 可能做一个光照 要数百亿小时的 所谓的建模的时间 或光照的时间 现在快三到五倍 一下子说 本来五百亿 现在可能就变得 一百亿的小时 当然它的速度越来越快 台积电就可以用更快的方式 来推进艾米的时代 那英特尔跟三星都不行吗 英特尔跟三星 没有在这个阵营里面 加入这个阵营 就是台积电 辉达 星施科技 跟NVIDIA 跟艾斯摩尔 所以这个等于新的一个团队 自己在帮它生产晶片 又用它的晶片 来帮你运算速度 变越来越快 帮你用在建模上面 而且你讲说 现在不止台积电 接下来刚刚讲的 AI伺服器的组装 包括像鸿海 包括像这个所谓的广达 这个所谓的散热 包括细光磁 包括OPM PCB 都在台湾 对 因为它需要用的 传输速度越来越快了 就必须要用到台湾 我们以鸿海来说 鸿海这礼拜最忙的事情 是要去日本关掉下补厂 结果大家对他最兴奋的事情 不是他要关掉下补厂 而是他未来 GV200的订单会越来越好 甚至一个刚刚才黄恩勋 不是说可能是 100兆美金的生意吗 鸿海现在是确定 几乎可以看到 明年他光一个GV200 可以做一兆的生意 一兆 EPS可以到13块 过去可能五六块 已经是鸿海极限了 鸿海又重新回到 过去的老牛鼻鼓 变成一个极盛 所以鸿海你看 光明年的营收 就可以上看兆元 光一个GV200 二米两人贡献给他了 而且可能EPS 都会到13块钱 所以现在大家看 鸿海可能股价 会到200块钱 这是大家预估的股价 所以官场对他讲 是坏事吗 不是坏事 变成是他可以 专心的去做AI 整个台湾都在 拼AI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台湾现在 腾龙换鸟 全部搭上AI列车了 对 连气候预测 黄元勋都为台湾 做一个气候预测的平台 过去我们气候预测 可能解析度 只有25公里 你看可以看不到 现在可以细到 你到台北市 甚至可以看 西域公所 其实到两公里 那这样的两公里 误差两公里 误差到两公里 解析度到两公里 差别是什么 你大量的数据要硬算 就跟台积电 我们要建模一样 所以它速度快 1000倍 以前做一个台风 可能要15分钟 或小时来算 现在是用秒 就可以做一个模型了 所以AI的世界 推进的速度 有多快 就是这样 而且在这个发展下去 你说美国的手 也伸到台湾来了 晶元电子最近 你要去离开中国 你说现在在中国的台商 你只要想搭上 AI的列车 你必须要离开 否则你一张单子 你都吃不到 甚至现在 你想把技术 留到中国的话 你可能会吃上官司了 现在最红的 现在四大会计师 最红的业务是什么 把公司卖给中国业者 把公司卖给中国业者 是离开中国最好的方法 因为可以避开地缘政治 算哦 光2021年 卖给中国企业的 就人民币两兆 就台币十兆 有91% 是中资买走了 所以现在最新的持叫 我们赶快把工厂卖给中国 这是撤退最好的 唯一的方法 不走会怎样 不走 你就会可能会判刑 像金元店 最近又把它卖给苏州园区 交还给苏州政府 新兴店 要切割公司 上市把公司卖给中国 中国企业 也是另外一个方法 那细品也最早卖去了 日月光也卖掉了 历程也卖回美光 台湾是一大逼的企业 正在完美的切割 要把所有 都跑了 对 在撤退 而且你看到很多企业 说要把工厂卖掉 或者是上市 其实都在做撤退的工作 那不走会怎样 我们来看今天这个判刑 我们过去都知道 新竹竹北园区 有一大堆的郎州 就中国企业在那边挖人 而且可能有十几家公司 积极在竹北的台园园区 可是过去政府有做吗 所以美国说 台湾是中美科技战的破口 结果今天有个判决出来了 既然过去都没有在公布 人民公司名 今天公布出来 谁被判刑 联发科的前财务长 台积电的前财务经理 他今天竟然被判刑 而且他判的理由是 瞬及交易秩序 与国家安全 哇 这个这个标题 吓得非常的重 等于法院认证 他瞬及国家安全 但是你仔细去看哦 看他情节是什么 其实他是招募了 二十四个研发人员 由小米来出钱 来研发把技术 拿回去给中国 可是你真的有去查到 他有妨碍秘密吗 把联发科的机密 弄到去吗 没有 可是他依然是把这些人判刑 虽然可以缓刑 一颗罚金 所以今天有三个人 一个是 潘基贵 一个是 我刚才讲的 玉民多 另外是夏祖瑜 他其实我们一般人不熟悉 可是他们在整个科技研究来讲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响当当的人物 你不但被判刑 不但被判刑 以前照讲你判刑应该是吧 玉叉叉 去攀叉叉 你不可能把名字都公布 我先把你全部都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以后 我就告诉你说 你现在无法保障交易民众的权利 损及交易秩序跟国家安全 然后干嘛 你们做的事情干嘛 就是小米在台湾设的办事处 你们进到那个办事处去了 对 你用小米的办公室 收小米的钱 招募二十四个台湾员工 做研发 可是这样的判刑 竟然让人民都出来 而且是联发科前财务长 整个足科 大家都认识他的人 这代表什么 要让大家敲三政府 用杀鸡警喉方式 告诉别人 台湾这个缺口 美国是一定要把它补起来 听伟 雷蒙多之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的科技 比中国社会在半岛底上面 领先太多了 我们是谁 我们包括了台湾 现在如果没有台湾 中美根本没有办法打下去 这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才变得这么兵凶 然后今天这三个人 三个关键的人 竟然就被判刑了 对 这就是一个杀鸡警喉的效应 你知道 其实法官他是用什么判 你知道吗 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非为业务罪 就是说你没有经过何许的 结果你现在在这里 招募人员 然后来做研发 这个都不对了 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句 就是所谓的损级交易秩序 还有什么 国家安全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没有去写到国家安全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法官会讲这个东西呢 那这代表是什么 就是跟经济安保有关 我们知道岸田文雄上台的时候 先处理这些事情 经济安保 什么叫经济安保 我的高科技的技术 我不会流到中国大陆去 那台湾会不会就漏洞 你记不记得前些日子 华为出了新的手机之后 结果美国都在调查说 到底是谁把7奈米 送给中国去了 那结果是不是大家都怀疑说 是不是在南韩 还有在台湾或者在日本的市场去收购相关的晶片 然后送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现在美国不是就在赫止了吗 他第一个先发文给谁 美国所有企业说 你们不能再提供这个东西给中国 难怪雷蒙多讲说 我每天早上起床 就要看看中国的状况 再想想有哪些我还做得不够的 对啊 那台湾是不是就是漏洞 所以大家已经早就意识到 如果台湾 因为两岸之间的来来往往 非常绵密嘛 那中国通过 所以你现在如果帮中国做事 特别是科技 你违反两岸人民条例 还有 你违反国安法 是啊 就变成国家安全你知道吗 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不会单独处理到国安法的这个问题 或是国安国安罪的这些东西 但是今天来讲的话 他那个经济安保的议题已经进来了 而且在这几年当中 其实政府早就修法在阻止这一切 这做这些东西在干嘛 给美国看的嘛 不然的话美国怎么可能 安心的把高科技的东西 交给台湾